第八题 在三角形ABC里面 点DF在AB线段上面 点EG在线段AC上面 做D1跟FG形成各角的度数 标示如下图 这个题目请注意一下 你不要把它当成有平行线 它就是故意要画成斜斜的 事实上这一题 并没有说它是平行 你不要当它是平行 你就当它没有平行 没有平行的话事实上 你只有一个 你要求角度 大概最常用的就是 三角形的内角盒 三角形的三个内角 加起来180度 你大概只能用这样 最容易 我们先看最大的这个 三角形 最大这个三角形的脚A 我们知道 除了脚A之外 其他两个脚呢 脚B是75 脚C是63 那脚A 脚B 脚C 三个脚呢 是因为 它是三角形的内角盒 加起来180 所以我们就可以算出脚A 就是180呢 扣掉75 再扣掉63 等于180呢 扣掉138 180扣掉138 剩下是42度 脚A42度 这个地方42度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 从这个地方呢 再慢慢推导出 X是多少呢 X叫180 扣掉42 扣掉53 等于180呢 减掉95 那剩下是85度 85 那这个Y呢 Y你可以看一下 第二个 中间的这个 这个大小的一个 三角形 叫做AFG 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呢 你就可以算出Y 为什么呢 因为它除了Y之外 其他两个角是63跟42 那63跟42呢 三角形内角盒180 所以你就180 扣掉63 扣掉42 那等于180呢 扣掉105 剩下的是75度 那所以X加Y 题目要算X加Y 85加75 等于160 所以答案选C 这个选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